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咱们今天一会儿去挪一台蛤蜊的空调 这个空调为什么要挪呢? 用户开了个小饭馆 然后有一台3P的长红便便空调 已经用了六七年了 在这用的过程中啊 每到夏天热的时候这个空调老犯毛病 便便空调大家都知道一旦犯毛病修起来也比较麻烦 而且基本上都是外籍版随坏 因为这个空调保修是六年 保修期内厂家免费给修的 现在已经过了保修期了 所以用户怕万一空调坏了 修起来比较贵 而且耽误事 即使厂家修有的时候需要等好几天 可以说夏天热的时候等一天都特别麻烦 所以用户正好遇到一个蛤蜊的3P定品空调 也是一个朋友的空调 不要了 这样他就想把那个空调换过来 这个长虹的就不要了 把蛤蜊的挪过去 虽然挪这个空调成本有点高 但是用户想了 为了夏天用着不当事 还是给他挪过去 因为这个空调管子特别长 原来是15米管子 现在经过设计 这个蛤蜊空调用10米管子基本上就够了 不过这10米管子钱也挺贵的 因为原来的空调是变频的 管子是6个12的 现在用不上了 定频的空调是6个16的 所以管子要全部换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车后边 拉了一大盘桶管子 6个16的 昨天刚去买的 由于是老客户 正常这个管子加一米 最少得120 老客户给他罩着100块钱一米 这样10米 一会也得花1000块钱 现在已经到了地方了 就是这个蛤蜊的大三批空调 看外观还行 不是特别老 放在地面上 也是比较好拆的 不过这边管离得太近 需要把旁边的空调 挪一下才能拆下来 现在空调拆下来了 特别好拆 刚才又帮用户拆了 两个美的的挂机 要不找拆完了 现在已经到了拆空调的地方了 这个是个长红大三批 变频的 6个12的管 外机已经拆下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管走的 那么老长 这是外边的部分 等下一会儿 隔离空调按到这个墙下 这样管就短了 外边都接近4米长 里边更长 现在是屋里边 这穿过了一个卫生间 管从这出来 然后上去了 到了顶棚 又转了一圈 又下来了 下来以后出去 又过两三米才是空调 现在这个管 我大约估计了一下 最少有15米长 这样效果肯定不会好 把隔离的安上管就不上去了 从这直接过去 这样大约又能省好几米 现在把管子拆下来一半 都这么老长 没啥用 全部折了 卖肥皮了 这个是空调的室内机 外观还可以 上面的柏叶是滑盖的 不过空调里边太脏了 反正是油和灰 饭店 线都被老鼠咬了 重新接过线 饭店里边肯定有老鼠 还稍微的保温也被全咬了 管子拆了一大堆 外面风太大了 或者把这个三匹隔离抬下来 把长虹的外机装到车上 现在通关挺贵的 这些管子花不少钱 电线用的多 一共八根电线 为什么隔离内外机连接主电源 用了四根 正常不三根就够了吗 一零一火一地 为什么隔离用了四根 今天外边的风太大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